会计算或者说为什么那么不麻烦 主要原因是因为日期有三个讯息 年月日 那时间呢同样也有三个讯息 十分秒 那如果你要做计算的话 也必须要怎么样 把它切开来切开来 三个切开来之后再分别去做计算 那你要把它合起来的话 就还是需要一个什么 一个态函数 那日期要合起来 要一个day函数 除非说你有多增加一些额外的计算的制定函数 否则的话 如果你要计算十分秒 就是这么麻烦 没办法 那我刚刚有提到 其实这边的话关于时间 实际上时间呢 它一整天 一天的时间呢 实际上就是什么 从0到1的变化 那124小时 就是一天嘛 对 那所以呢 我这边可以每0.125当一个单 因为0.125刚好可以整除 那0.125个代表什么意思 我把这个地方 也许你们等一下可以 0.125然后向下填满 有没有 刚好1嘛 它其实就是 这个是从12点到12点的变化 这个中间的话 因为刚好0.125可以整除 所以我这边就用0.125当范例 那这边我把它改成什么 时间 时间的话 我把它改成大家比较熟悉的 10分秒 因为其实就干脆10分秒 这个好了 按确定 那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0代表 如果整除的话 其实所以刚刚today today你会发现 它预设就是 刚好是0 整除 所以它一定是什么 am的12点 ok 那如果说你要再往前推进 每增加0.125 就是3个小时 am3 0.125 再3个小时 再3个小时 0.5的话呢 代表就是中午的12点 ok 然后再来就是下午 3 6 9 再就12 应该可以了解这个道理吧 所以在Esser里面呢 它记录的其实就 如果有时间的部分 它就是用小数点 来做储存的单位 ok 那因为其他的时间 没办法整除 会有很多小数点 所以我用369 3点6点9点来做一个 那也让各位比较清楚了解 这个 那如果你有兴趣 自己再把这个格式给做出来 接下来的话呢 比如说10分 这个已经说切开来了 所以你要把它合在一起 记得哦 合在一起就是要用tide函数 没别的 因为你分开来 它就是一个数字 但是合在一起要变成时间 一样要变成time time的话 比如说10分秒 当然这个是应该已经切开来 所以如果将来你来源是一个 这个还没切开来的话 那你势必怎么样 必须要在这个前面再加一个out 这个前面加mini 这个前面加second 到底跟刚刚一模一样 有没有 就是那个date函数 那虽然这个麻烦呢 可是保证做得出来 而且保证是正确的 所以如果说将来你要做什么 比如说几秒钟 比如说你要是12秒钟之后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加 他会后面的比如说40秒加12秒 他就是52 可是如果你加这个地方加个52秒 那因为你想说超过60秒 那怎么办呢 92秒吗 他没那么笨 按确定之后怎么样 他会自动帮你静一分钟 OK好 所以超过了自动帮你静位 所以不会有问题 那其他的话 因为我想这个概念差不多了 所以我这上面有一个是52秒之后 12分钟之后 所以12分钟之后应该可以理解吧 在mini的后面加12 那10个小时之后呢 有没有 在hour后面加10 那如果两个时间 比如说这个时间 再加这个时间的话 那就是怎么样 哇 tie里面hour加hour mini加mini second加second 那没有办法 你以后如果两个时间呢 一定要这样做 除非说你有个自定函数 你给两个时间 那自定函数 里面VBA帮你切啦 那可以简单化 可是如果不行 esail里面就只有这样子 OK 一定要正麻烦 没有办法 没有别的方法 OK 那其他的话 两个时间相加 OK 那这个我想各位可以再练习一下 这个部分 那待会的话呢 再来其他 这个是时间部分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再把它计算一下 那接下来后面还有算公时 公时的话 现在最近吵得比较凶的是什么 一粒一休啊 每天都在吵这个东西 不过其实这样好的 好的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所谓的那个什么 所以之前听过一个一句话 错误的政策 比那个什么还要更可怕 比什么 比贪污不怕 然后另外什么 那个降帅无能 真的是 这个我只是突然想到 不过那没别的意思 一个政策的事情真的要很审慎 不然的话 就算你自己想觉得好 可是别人不见得觉得好 对不对 就像我上课的时候也是这样 一直在思考 你们到底听不听得懂 对不对 我也不能用我自己喜欢的语言 一直讲我 讲了很难的东西 你也听不懂 对不对 反正你们没办法吸收 所以我要去帮你们做一些 替你们设身处地 讲过的话要留下来 而且要录下来 还怕你们会忘记 比如有些同学上班 精神不济来上课 都昏昏欲睡 所以他要替你们着想 这是一种同理心 很多地方 当然如果每个政策 都升职人心 自己真的有经历过之后 才去下这个决策 我想每个人都会非常赞 都会觉得太好了 因为你自己走过 但如果不是的话 你会觉得奇怪 这什么外星来的 一个突然一个 这个大家都觉得 不是很OK的 不过这当然题外 好那这里的话呢 就是说呢 有关时间 有关算公时 我刚刚提过 那networkdays 跟workday 到底有什么差别 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sale里面的 那个设计师 也不是随便给个名称 你会觉得 那是workday加s 为什么要加s 因为它是一个数量 对不对 很多天的意思 所以回来一定是多少天 workday没有加s 因为是哪一天 workday 哪一天 所以回来是哪一天 那这两者蛮接近的 也就是说一个是算 总共哪一天到哪一天 公时多少 那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最后是哪一天 那我们以这个来看 总公时的话 比如说我这一天到这一天 扣掉什么呢 扣掉这个所谓的休假日 我特别注意 networkday跟workday都一样 它会自动帮你扣掉 礼拜六礼拜天 这个礼拜六礼拜 一定是自动扣掉的 所以呢 这来除了礼拜六礼拜天以外的休假日 你要把它列出来 但这个休假日 如果本来就已经是礼拜六礼拜天 你还列进来的话 其实它不会帮你扣掉 因为本来就扣掉了嘛 所以本来是礼拜六礼拜天 你就不要列在这里 除了礼拜六礼拜天 以外的休假日 比如说国定假日 或者是你们公司的什么旅游啦 或者是说那一天 你们公司休假 你都可以把它列进来 那它会是一个范围 比如说我们总共几天的话 那我就是用什么呢 日期值得函数里面 networkday加S 然后呢 这一天到这一天 扣掉什么呢 这个范围 特别重要 在这个范围 所以它会帮你 其实你会帮你进来的这个数字 它就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从这一天到这一天里面 帮你扣掉这些天 算出来总共的天数 告诉你 523天 那同样的networkday 其实做法差不多啦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这一天到这一天 那扣掉就是这个 这一天这些 最后是哪一天 OK 这个部分的话 主要是用在公司的计算上面 不过 我当然听过很多同学就是遇到 当然这两个函数还是没办法满足的话 那你恐怕就是要制定 因为公司里面很多 其实规则跟这个其实还是不太像 好像礼拜六 礼拜天以外 可能还有排修啦 什么等等的 很多的问题 那当然这个不适用 你可能就要想用什么方式去克服 OK 这里的话呢 请各位试一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会有一个延伸的练习题 底下有一些相关说明 利用e-date产生每个月的第一天 再向下填满 向右填满 产生一年的整个年历 好了 画面先还给哥试一下 那刚刚主要 讲到有关time部分 所以 刚刚各位可以试试看 也许在 我刚刚是在i跟j 试试的就是说0.125 其实也每0.125 就是三个小时的意思 所以0.125 再下一个就是3点 6点 9点 再12点 那刚好中午12点 就0.5 所以一整天到 到隔天的12点 那就是1 那1的话 就是24小时 那刚刚好就是一天 所以24小时就算一天 那如果你要做时间的计算的话 基本上 也要特别注意 要把它合在一起 要用time函数 要把它分开来 就是要用 hour,mini,second 这个观念上面 其实跟刚刚的那个 分开来用date 合在一起用date 分开来的话 就是用year,month,date 三个函数 所以这个当然 没办法 因为这个是 esale的一个规则 所以将来如果说 你要做一个计算时间的话 记得就是要配合那个tine函数 好